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不锈钢锅 可是炒菜步骤您有注意吗 到底是要先预热再倒油 还是先倒油再加热炒菜 这步骤可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人习惯都先热锅一下 也就是说让锅子干烧个几秒钟 再倒入油去炒菜 但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样方式是错的 可能会破坏不锈钢的结构 如果长期大量食用的话 恐怕会导致智力不足 大火快炒香喷喷的豆干炒肉 用不锈钢锅炒菜炒肉 是很多婆婆妈妈在家一定会用的煮菜锅之一 但是你知道如果炒菜的时候这么做 恐怕会释放毒素 很多人都会先热锅一下 让锅子干烧几秒再倒入油炒菜 但其实这样的方式是错误的 先放油啊 然后放葱啊 葱姜蒜啊 然后再放入食材啊 预热之后再炒肉 那不知道其实这样是会释放毒素的吗 不知道啊 因为不锈钢锅的成分分别为铁镊垫木 镊垫因为有防锈成分 但加入过头会破坏不锈钢本身的结构 慢慢溶出毒素垫 在不自觉中因为干烧在大炒料理毒素 一旦吃进肚子里 严重可能导致质地变差 干烧真的会破坏它的结构啦 真的会破坏那结构会使得 有可能你在炒菜的时候里面那些那个壳会跑出来 那壳对人体伤害是很大的没错 化学老师也提醒千万不要用不锈钢壶炖药 像是核手乌绿豆山楂甘草 这些重要成分里还有生物碱柔酸等酸性物质 会和不锈钢壶的镊割等金属起化学反应 不锈钢锅怕强酸强碱麻辣汤 酸辣柠檬汁酸梅汁加热会有催化反应 也不建议用不锈钢锅烹煮 用不锈钢锅煮菜 建议民众除了开火之前先倒入油预热 避免干烧释出毒素 酸性物质也尽量避免用不锈钢锅煮才能吃得安心 中文新闻陈嘉明的亚银台北报道 中文新闻